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念绝则是佛 录 必须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二十岔二月镜三次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一个唐僧 肯定是跟普通的古装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 平时想象当中唐僧可能就是穿一件红色的袈裟 但是这次的造型最多出现的是蓝色的 它有一点点风尘突突的感觉 非常帅的一个人 变年轻 要一种魅力 当他穿上那个衣服 他就是那种感觉 他就是唐僧 这取经路上的每一代 皆为早晚 每一步 皆是修行 唐僧在这个故事里面 他是一个刚刚开启旅途的一个人 这是卫生的一个小和尚 突然被委以了重任 爸呢 爸还一句什么经验 面对着很多幽默鬼魂 还有几个徒弟 一起经历这些社会 有一些心爱的情绪 他的喜感是来自于真诚和现实的反差 怎么能可以一个这样的人去喜宴 很容易被劫 下跑 住手 我杀的是妖 还敢枪变 唐僧经历过一些很大的磨难 人要麻烦 但是他没有同意 他有一份真诚 他特别承着 一步一步开始走 变成一个圣神 我理想青年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是 无敬 你看生命就是这么的奇妙 我看生命就是这么的 我看生命就是这么的 我看生命就是这么的